rick year 大家好 我是 One team 傳說隊捷的 中路娃娃 今天我要教的角色 是 愛攪迪拉克 馬上來看迪拉克的不專業教學吧 迪阿克這隻角色 迪阿克這隻角色非常的不怕遠程角色 然後非常怕近戰免控型 飛類或者台格路式這種角色 因為他的大招是一個非常限制後排傷害輸出的一隻角色 然後但是近戰踢到他的話 因為迪阿克比較偏戰裝型法師 沒有位移只有一個瞬移 如果太往前的話位置會變得太差 所以好打射手法師 但是不好打刺客戰士 裝備鞋三件我通常會買 魔防鞋惡魔的微笑 假如對方就是有回血角色需要拘魂的時候 我會選擇上拘魂 但如果我的隊友有辦法買拘魂的話 我就不會選擇上拘魂 選擇上邪靈蜜露 然後再來 暮光之刃 然後 黃冠 然後寶珠就是 看個人要不要帶 但我會選擇帶 生命法杖 除非對面有那種 奇惡或者是那種 就是只能打N一套 然後你可以躲掉的角色 我會選擇出寶珠 然後後期假如對方前排出了仙靈之類的模仿裝 我會把邪靈蜜露換成混沌法杖 魔紋我個人是帶聖珠聖爵 神聖守護 然後小顆的我是帶強化恢復或者寶珠 假如對方有那種奇惡那種前擊進攻 對你有威脅就可以帶寶珠 如果是消耗強的我會選擇帶強化恢復 假如都沒有我更有可能帶那個 帶魔法蜜語 後面那顆我可能選擇帶 士靈或者魔眼 奧義我個人是帶 10顆荒蜂 10顆精靈和10顆玷霧 我會選擇帶荒蜂的原因是因為 它就是一個標準的法師 然後有穿透有髮傷 精靈就是 因為迪阿克是一隻戰裝法師走路走的有點慢 然後我要選擇加跑速跟它的攻速搭配目光之刃 然後再來電污就是有髮傷然後有攻速 一樣非常適合迪阿克 然後召喚師技能我個人是帶順移 因為迪阿克是一隻戰裝法師 然後他沒有任何的位移 那你帶順移可以增加你的那個生存空間 然後也有機會在一些特殊的時候做出一些非常厲害的操作 在目前版本的排位戰中 這隻角色我給3.5顆星 因為這個Meta偏戰士 那射手還是會出 但是機會比較少 那我覺得迪阿克這隻角色玩得好的話 可以限制蠻多角色 就算是戰士也可以 因為畢竟他的團戰的控制跟輸出都非常可觀 那我們搭配影片來講解一下這隻角色的一些小技巧 對 迪阿克我1等4.1技 因為他的輕線 就主要用1技 因為他的2技 輕線是非常慢 然後2技必須搭配1技才會有用 所以我1等我選擇1技 這邊我會選擇蹲在中桌草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會來守這個野 所以我蹲在這邊 然後利用2技能接1技能 把對面釘在牆上 加上前期沒有魔方血的關係 所以我可以完美的接完一套 然後消耗他的血量 那玩迪阿克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 因為你的2技其實亂丟蠻浪費的 所以就扣著等對方位置偏靠近牆壁 再選擇放2技然後接1技 然後打出被動就可以再丟下一顆球 這場對面的角色因為他們中斧是圖倫跟拉茲 那拉茲我可以擋他的2技能 然後圖倫我可以擋他的1技跟大招 但是他要被動 然後2技是擋不了的 所以選迪阿克其實還可以 只要注意好自己的站位 不要被拉茲灌到一套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活 然後艾里其實前個版本蠻康迪阿克 因為他有一個免控 然後我把他定在牆上 他其實是動得了 然後這版本他 把那個大招的免控拔掉 那他只要第一時間被我定到 基本上他也是會被我秒殺的 對方還有一隻呂布 那呂布他其實關鍵在於他的大招 運用的時機有沒有運好 那他如果三段上來 然後他如果把他的位移技交光 然後我把他定在牆上 他其實也是有機會死 沒有那麼完全好打我 然後還有一隻亥雅 因為亥雅這隻角色需要攻速 那大家都是出攻速鞋 那在沒有模仿鞋的情況下 迪拉克其實是一隻非常強的角色 因為他可以完美的接觸一套 跟二技能把對方盯在牆上 然後其實這場玩得好的話 那那個亥雅基本上在團戰中的發揮 會不會那麼好 迪拉克我也3.5顆星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現在這 這版本都戰士啊 啊我打戰士其實 沒有到那麼有感覺 有迪拉克這隻角色 守高地或者是進攻對方塔的時候 都蠻好用 那對方會覺得我是一隻 非常 非常魯小的一隻角色 那對方就會選擇衝武 那假如我的位置真的保持在一個非常好的位置的話 對方就會覺得很難打 就會有時候可能會擠 會想要殺我 然後但是又殺不掉 那這邊拉茲灌了我們的 菲類一套 然後沒什麼用 因為他也是輔助 然後我們剛剛菲類空招 然後操作是有點 有點需要再加強 那這邊我看到隊友在 輕鬆我就選擇 卡住這個上兵 然後第一時間直接加大 那對方衝出來我就往後拉 然後直接死 然後這裡我們 布萊特扣大 我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但他就死了 這隻角色有一些小技巧就是 他定在牆上是可以接出四顆球 只是大家都覺得現在的版本他只能接出三顆 那其實你要接四顆球的就是 你先一技能 然後一技能定他 然後二技能把他定在牆上 然後再丟三顆球 這樣就會有四顆球 就是如果你想要玩那種 比較能夠 秒殺對方後排的角色就是 二技能起手 把他定在牆上 然後瞬移搭配一技能 就是一 然後三 然後A 然後一技能 就是連續控制跟你的品A 然後就可以秒殺一隻後排角色 然後加入殺不掉就用大招 然後 以上就是迪阿克的教學 希望大家也可以嘗試看看我的玩法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我是中路娃娃 大家掰掰